1996年台海危機 台灣是什麼狀況 那個時候我們軍人幾乎都已經進入坑道 備戰 盆水 盆梁 那已經準備要打 但是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有錢的商人 全部都跑掉 真的都跑掉 那我現在請問怎麼打 難道只有我們這些走不掉的人來打嗎 兩岸的問題啊 現在不是軍事問題 應該是政治問題 最廉價的國防就是 跟你去握手 下架他以後才有機會 把歷史當地理交 他不希望你知道 把歷史給消滅 才是我們真正的護國神場 如何拿掃把在家裡準備打仗 所以我個人不覺得台灣會打仗 會打仗 我怎麼說呢 剛才傅將軍他所提到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這是中共他一再的說明 那我們看看1996年 1996年台海危機 台灣是什麼狀況 那個時候我們軍人幾乎都已經進入坑道 備戰 盆水盆娘 那已經準備要打了 但是這些真正人物 這些有錢的商人呢 全部都跑掉了 真的都跑掉了 那我現在請問怎麼打 難道只有我們這些走不掉的人來打嗎 所以說我個人是這種淺潔不知道 傅將軍有沒有其他的看法 謝謝 好 我們請傅將軍是不是回答一下 傅將軍 您用朱主局長的代表 因為細想有關係 謝謝 謝謝你剛才的發問 我在最後有一句話很簡單 兩岸的問題 現在不是軍事問題 應該是政治問題 最廉價的國防 就是跟你的敵人去握手 謀求兩岸和平的發展 創造雙贏共利 這才是一個真正人民福祉的一個政策 但這個政策可能在 現在執政黨手裡很難執行 尤其最近看到 甚至於在國賠方面的問題 都有雙標 所以要求他能夠去改善 可能機會不大 剛才也有人提出來 可能就下架他以後才有機會 是的是的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對於執政黨的選擇 我相信在場都有同樣的想法 非常關鍵 那今天尤其剛才傅將軍也是語重心長 他對於過去七十幾年的回顧 並沒有那麼多琢磨 我認為他應該是跟憂慮 現況和未來 中美條約 OK第一個 就是說如果是在跟我們 中美條約裡面 如果是跟物資有關 就是在條約裡面的他們的 用他們的那個術語物資 是不是包括美國人員在內 那就是牽涉有一點法律的問題 OK 第二個就是說如果國防部 因為國防部是幫美軍蓋住宿這些問題 如果國防部或是行政院 在美人的運用上是有些誤差的話 那麼我們要向我們國內中華民國 哪些單位去做一個申訴或投訴 那如果這件事情要向美國報告的話 應該向美國哪個單位去做一個申訴 謝謝 我直接回答好不好 對 謝謝 第一個 我們跟美國沒有條約 中美 沒有條約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條約 不是我們跟他簽的合約 是美國國會提出來 因為當年在斷交的時候 他希望跟台灣保持某種關係 它是國內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我所瞭解的台灣跟美國的軍購 軍事援助 要不是所有的軍購 沒有賠償條款 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商業企業的問題 它就是霸權 其實在我們 像我是外省第三代 在我們這個年輕族群或是時候 他很多人其實已經沒有了這種 或者說最簡單 他是否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或者是我們跨上了中國 那我們怎麼把和當代的對話 或現在年輕人可能看TikTok 看那些視頻 他就會被這些影像 就會被這些快速的 那政權人物也為了討好他們 這個去做一些比較滑翹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我們怎麼跟當代的這些 二十歲到四十歲 他可能已經是第三代 或者是其他的台灣人去做這樣的一個溝通輿述 我們先請朱教授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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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要完整回答你的問題需要兩個鐘頭 因為我當時也有參與過 在這個 就是我那時候不是政府官員 就是 但在馬政府的這個最後幾年 我有參與過那個課綱的這個 微調的事情 所以我大概對這個事情大概知道一點 這個 這個 剛才那個將軍講的這個 去 就是 仇中 反中 去中 其實 是先從 去中開始 先從去中 去中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把中國放在你的對面 對不對 然後你才可以反他 你才可以仇他對不對 如果 如果中國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你怎麼仇他怎麼反他 不可能嘛 所以 你要仇一個人 要反一個人 你一定要先把他從你的家裡面 拿出去放到你家的對面 一定要先去中 那怎麼去中 第一步 一定要稱對岸是中國 絕對不能稱中共 也不能叫中國大陸 為什麼我們早期都說是中國大陸 為什麼是中共 因為我們不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代表全中國 我們認為中華民國也是中國 對不對 中華民國不簡稱中國 要簡稱什麼 簡稱中民嗎 Republic of China 怎麼簡稱 當然是China嘛 對不對 當然是中國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我們不會稱呼對岸為中國 而是稱呼它為中共或者是中國大陸 可是呢 這個 這個是 因為種種因素啊 這個時間不夠啊 就不講了 反正啊 總之啊 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稱呼大陸 幾乎每一個人都叫中國 這是第一步 這一步要先做到 為什麼 因為 他是中國 中國 那請問 就是說 有人說他是中國人 那請問你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嗎 哦 不是 那我當然就不是中國人 所以要先把中國 把它 從我們自己抽離開來 所以去中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去中的話 可是中華民國跟中國是沒有辦法脫節的 不是嗎 中華民國就是從清朝推翻滿清成立的嘛 所以 怎麼解釋中華民國這個存在 而不碰觸中國呢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唯一的辦法 就是讓我們所有的學生 都不知道中華民國是怎麼成立的 就是不知道中華民國是怎麼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中華民國 所以 簡而言之 克剛怎麼做到這點 非常簡單 他一開始就教學生說 台灣啊 他把歷史當地理教 他說台灣啊 最早有原住民 後來來了西班牙人 後來呢 又來了 荷蘭人 反正這些都是外來政權 然後後來又來一個人叫鄭成功 那鄭成功為什麼到台灣 完全不在課本裡面講 他不希望你知道 他不希望你知道 因為你如果知道鄭成功為什麼來台灣 你就知道反清覆明 不是嗎 那你就學到清朝跟明朝的歷史 那就是中國的歷史啊 所以他不能讓你知道 他只讓你知道說鄭成功是外來政權 鄭成功來了以後呢 後來呢 那清朝又來了 清朝時期 本來叫清朝時期 現在課本都叫做清嶺時期 就是清朝占領時期 所以清朝是下一個外來政權 那至於清朝怎麼來的 他不跟你講 你不需要知道 因為你要學的歷史 就是台灣這個地理 不是真的歷史 然後清朝來了 清朝完了以後呢 日本人來了 日本統治時代 就不叫做日領時代 叫做日治時代 所以它有正當性 那至於為什麼日本人會來 不跟你講 所以你不知道日本人會來 你不知道家務戰爭 你不知道這個 就是有馬關條約 就是說不是不知道 就是他不跟你講 然後日本人來了以後 就是來了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來了以後 做了什麼事呢 最重要的事 就是二二八事件殺人 然後完了呢 這個就是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完了呢 台灣就有經濟發展 但是這個經濟發展 就完全是人民的功勞 完全是人民自己努力的結果 跟政府政策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什麼孫英權 什麼剛剛我講的人 都不會出現 好 那這就是第一策 台灣史 台灣史交完以後呢 在國中啊 第二策 開始有東亞史 原來叫中國史 後來叫東亞史 然後就 那就開始一個一個國家有獎了 把中國當做一個外國獎 中國的從 周朝以來 一直到 1949年 大概一共才 五到六頁吧 它裡面怎麼講康熙平定台灣 怎麼講反清負明 學生連明朝跟清朝 哪一個在前面都搞不清楚 不可能 它就是把它濃縮到五六頁 結束 因為它就是外國史嘛 你這麼清楚幹什麼 日本講的也滿清楚的 好 這是國中 到了高中更狠 高中的 好 我馬上解釋 高中的東亞史 不教歷史 教專題 就是高中就教學生幾個專題 就好像社會科學寫那個博士論文 一個專題叫移民 另外一個叫做什麼什麼什麼 比如說商業或者千禧 所以它就把朝代全部打斷 對不對 比如說它講移民 它就把日本的移民 中國的移民全部講在一起 然後呢 把各歷朝歷代的移民 全部一起在移民裡面講 所以你根本沒有 朝代的歷史的觀念 這是高中 所以要去中怎麼去中 第一個是叫對岸為中國 第二個呢 是把中華民國的歷史給消滅 所以現在年輕人 你問他說 我們為什麼國家叫中華民國 他們說我也搞不清楚 我一直以為我們的國家叫台灣 就是這樣子 那後面就不用講了 總之呢就是講到現在呢 就是把這個兩岸 這個唯一一個最重要的文化上 歷史上的連動幾代 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一個 中華民國才是我們真正的護國神山 他把中華民國的歷史消滅 他把中華民國的歷史地位的來由消滅 他就是消滅掉我們的護國神山 所以呢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不是中華民國 是如何拿掃把在家裡準備打仗 謝謝 謝謝 我們知道這個傅將軍再補充 三十秒鐘好嗎 我的結論 第一個 太太這個仗絕對不能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何用智慧牟取兩岸的和平 必戰 這才是我們的政道 謝謝各位 我接著傅將軍補充最後一句 一定要在政黨輪替 台灣就有希望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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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ip